这是全人类里最聪明的五个人 以千功为首的五志将 坐船行至到海中央 队友担心迷航 同伴呢原地造出六分野 表示有这个东西导航 我都敢带你们横跨太平洋 千功认为六分野不够精准 水里面拔这一笔 队友全都吓懵 这次要整大活啊 回到基地 千功立马造信号台 队友拉下开关 水车发电机供电 信号台立马扩散点播 直接从日本发送到全世界 千功呢又跑去海中央 驾起天线 检测电波的方位和强度 突然天线受到一股杂音 众人以为是地球的地次干扰 然而队友差距道不对劲 这也不是自然现象 而是有人在向我们发送信号 同伴发现信号的频率 像摩斯电满 他试着靠心算去解灭 然后就得到一个词语 Y 众人大吃一惊 唯独千功笑了起来 是你吗 人类是话的木偶凶手 千功拿起话筒 撂下很快 时隔3700年 我总算找到你了 这个拜到底是谁发送的呢 我们从头讲起 千功造出照相机后 和龙水坐着气球 飞到天上 拿照相机 拍下周围的地形图片 然后带回了村子 联合小伙伴一起寻找油田 图片足有数百张 千功都看成了高度尽致 龙水更是早就卸菜 很快 范老师有了重大发现 他拿起电话 联系上地面的探测队 有一团可疑的阴影 克洛姆和雨晶 组成探浅队 立刻向富士山进发 两人走到半岛上 树上掉下一个东西 抱锤克洛姆的脑袋 他捡起来一看 竟然是板栗 旁边还有食用蘑菇 两人赶紧叫来村民 收集食物 琉璃感慨半迁 科学真是厉害 下面让波子继续讲 好的 同一时刻 小麦基地也获得大丰收 力量组全员触动收卖 上锦羊的腰椎嘎巴一伤 当场脊椎断裂 小川藏赶紧给他揉腰 大树表示 羊你好好休息吧 剩下的小麦交给我 反正我最不缺的就是力气 麻骨麻吐槽他 体力无限地救你个 笨蛋 银狼激动到泪奔 今年冬天总算不会饿肚子了 探险队从富士山返回村子 雅人累得够呛 没有什么收获 龙水召回福姐 决定开办七海餐厅 让福姐负责开发菜品 福姐查看地形图片 寻找周边的食材 千空大力支持 总不能让大家光干活不吃饭 龙水立马开启幻想时间 换老师打击他 别想太多 这个世界里可没那么多的食材 然而龙水坚信 福姐定能创造奇迹 福姐当场公布蓝图 决定开发富含高蛋白 同时还以长期储存的高档美食 飞松露鼠野猪肉酱 换老师不敢信 上美整飞松露 福姐表示 有一位大师能找到 琥珀有点惊艳 村里还有这种人才吗 随后 从车厢里蹦出一个绿瓜 居然是西瓜和小白 琥珀激动不已 好久没见你了 福姐拿出肉松面包 先让西瓜饱餐一顿 接着再去找食材 西瓜举着放大镜 发现村外有野猪活动的痕迹 她赶紧带福姐和琥珀前往 福姐设下陷阱抓野猪 然而琥珀直接勤获野猪一家 带回村子饲养 换老师还是有点担忧 野猪好找 但那黑松露可是长在地下 你们咋整 福姐小手一挥 那玩意森林里遍地都是 换老师大惊 真的假的 琥珀启动11.0的眼睛 紧紧盯查地形图片 探险队一时雨色 照相机不至于能拍那么细吧 换老师相信琥珀能做到 琥珀常年在外活动 对周边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 果不其然 琥珀凭借记忆 在地图上指出一处黑水潭 千空过去一看 顿时眼前一惊 这就是向良油田 众人欢呼雀跃 立马奔出村子 向向良油田进军 同时发动村民展开地毯式搜索 福姐和西瓜组成后勤组 开发菜品犒劳大家 福姐拿绳牵住小野猪 小野猪能嗅到黑松露的气味 跟着他走就行 黑松露的香气 对野猪有极大的刺激性 就见小野猪开跑土地 还真挖出个东西 没等福姐看明白 就被小野猪吃掉 福姐无比气毛 问题就在这里 野猪会将黑松露吃掉 西瓜安慰福姐 放心吧 交给我 西瓜派出小白 小白记住黑松露的气味 顺着寻找下去 很快就在一个坑里 成功找到黑松露 而千空这边 还没找出油田的位置 主要是图片太模糊 琥珀很是担忧 等过几天下了雪 那就更难找啊 千空赶紧想破局之策 他仔细回想发生过的每件事 想到小野猪时 他立马想起一件事 野猪有洗泥的习性 1872年的某天 人们发现一只带有油味的野猪 一路跟踪下去 就发现了项梁油田 千空赶紧狂奔回村 而后勤祖 已经将小野猪绑起来 正当要动刀时 千空及时赶回 刀下留猪啊 小野猪这才逃过一劫 西瓜请求小野猪 请带我们去你洗泥的地方吧 小野猪立马飞奔出去 众人赶紧跟上 克罗姆忙给西瓜点赞 西瓜给小野猪取名小黑 接纳他成为伙伴 小黑一鼓作气 成功找到项梁油田 琥珀核对位置 确定就是这里 千空掏出小铲 绝下一铲原油 小火一点 立马燃起烈火 众人大为震撼 水竟然能着火 石油可真厉害 千空无比兴奋 最关键的资源可算解决了 千空解锁新成就 发现油田 千空拿踏板和齿轮 做出采油设备开采石油 至于小黑 千空和福姐决定不吃他 西瓜无比感动 他的伙伴又增加了一元 小黑给千空竖起大拇指 千空和雨晶闲聊时 表示取得成果的人要有回报 否则士气长不起来 但雨晶明白 千空是怕西瓜伤心 此时千空还不知道 未来的某一天 西瓜会拯救所有人 千空返回新基地 造出摩托艇测试石油 他已经将石油提炼成汽油 焕老师拿来汽油瓶 大树闻到汽油气味 直呼 这不是爱情药吗 千空你谈恋爱了呀 众人一脸猛圈 什么爱情药 唯有千空明白 人类石化之前 他曾在实验室斗大树 石油能制成爱情药 没想到 这么久过去大树海记得 焕老师将汽油倒进发动机 螺旋桨立马开转 科学王国的武志将聚齐在小艇上 一路行驶到海中央 证明汽油是可行的 接下来 千空决定研发巨皮 回到基地 千空将灯塔改造成信号塔 再用水车提供电力 信号塔成功起 电波直接席卷全球 武志将又一次跑去海中央 雨精扛着天线 测试电波的方位和强度 琉璃在基地给千空打电话 千空将话筒递给克罗姆 银狼赶紧神助攻 琉璃啊 当初电话造好时 克罗姆没好意思向你表白 如今这个伟大时刻 琉璃要不你主动点 女孩子主动点也是可以的吗 琉璃顿时脸红 吃瓜群众纷纷围过来 琉璃拿起话筒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琉璃鼓足勇气 正要表白时 千空这边突然受到信号干扰 换老师调侃 好经典的剧情 关键时刻来杂音了 然而雨精发现情况不对 这不是杂音 地球某处传来了人造的电波 千空顿时认真起来 龙水怀疑是地球磁场干扰 雨精明确表示 绝对不是自然现象 对方明显将电波调整成了相同频段 所以我们才能收到 千空判断 看来是启动信号打实 有人收到了电波 众人难以置信 难道还有其他人类文明吗 突然 换老师发现这电波很像摩斯电马 他靠心算进行解密 最后得出一个单词WH1 众人大惊 难不成是敌人 千空却是无比激动 时隔3700年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让人类石化的幕后凶手 接下来会发生啥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是 实际缘第三季 第三季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让人类石化的凶手 会是人类呢 还是外形人呢 选人类的扣三个一 选外形人的扣三个二 千空真厉害 竟然发现了油田 这下有了能源 汽车飞机和轮船 可以随便造了吧 期待千空 造出更厉害的东西 好了 本期就要这了 这是不乐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 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